所以呢,在上一节课结尾的时候呢,我才让大家都去做了一下那个测试,现在的话我想所有的同学也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品格优势的一个测量,你知道你自己大概是拿五项优势比较强,下面的话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,当你当初看到自己的优势列表的时候,你的感觉怎么样,你觉得它准确吗? 你想一想,它是不是跟你平时得到的反馈和你的感觉差不多,是不是我平时真的就最喜欢做这一类优势所做的事情,我是不是做这一类事情做得最好,别人是不是也经常说我在这方面很强? 那么更重要的是,我现在还要给你介绍一个关键的概念,叫做标志性优势,因为我们测试完之后呢,你得到了你五项最强的优势,但是这些优势呢, 你可能并不是你最喜欢的,标志性优势是指你不仅最擅长,而且最认同的优势,你在实施它们的时候啊,感觉兴奋,投入,激情,甚至神圣,你在发挥这些优势的时候呢,越来越兴趣盎然,而不是越来越累,那么你会想方设法的找到运用这些优点的新途径,新项目,比如说赛里格曼举过一个例子,他的五项优势中最强的之一呢,是领导力,我们当然知道他很有领导力, 他是美国心理协会的主席,他领导发起了积极心理学运动,当然很有领导力,但是呢,他不喜欢领导,他说,我每次看完会都觉得筋疲力尽,我虽然能够很富有成效的来给你布置这个任务,来激励大家完成那个任务,但是呢,其实我心里并不喜欢,我看完会之后就只想回到家里,跟我的家人待在一起, 他真正擅长而又认同的优势是什么呢,是他的那些创造力,好学,好奇,这些东西啊,他既喜欢,然后呢,又擅长,但是呢,领导力就不是他的标志性优势,因为他仅仅擅长而并不是太喜欢,当然,如果你测出来的五项优势都很喜欢,那也很正常, 比如说我,我测出来的最强的优势,依次是创造力,好奇心,好学,欣赏美和卓越,和思维能力,这五项我都很喜欢,我都会寻找机会去发挥这些优势,发挥这些优势的时候呢,我感到心满意足,特别开心,所以很好,这五项优势都是我的标志性优势,那从这个意义上说呢,我比赛里格曼要幸运一些,下面的话,我就也请你来反思一下,你自己的那些优势列表